上班族全身酸痛, 韓背系圓胸 以上壞習慣, 上班族門一定試過 其實坐姿不好, 很容易變成圓肩 就是早期韓背 別以為好小事, 交道變肩頸痛和肩周炎 真的很容易 我們有同事就是這樣, 變成硬頸 還行到Bonewalk 出事 有治療師說, 平日的求診個案裏 九成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圓肩, 肩頭向內彎 有不少人背同頸痛, 甚至早期肩周炎 連舉高手收衣服都做不到 是中學教PE的他, 之前試過追監管移位 怎知好後, 三年前又回醫 腰骨暗痛的情況, 腳不能發力 很痛, 痛到醒 無法跟學生一起做運動 還出現了圓肩問題 手指指向前, 手指指向天花板 好, 然後儘量把身體捏貼 腸 當近期學了源自澳洲 結合了不同運動精髓的CR伸展運動 練習背肌和伸展關節後 圓肩和腰痛的問題都改善了不少 握起身體 好, 然後用背部的力 收縮將手指向後拉進來 呼氣慢慢出回去 插縮圓肩就好像拉長了的橡筋一樣 保持著很多個鐘頭 不知細用電腦, 肩頭就會越來越崩緊 拉筋和做運動是有幫助的 不過不夠正的姿勢 很容易就會打回圓形